万的观光人潮 而在台湾呢 来自东南亚各地的新移民人数越来越多 为了让这些新嫁娘 这个远嫁到台湾而落地生根的新移民呢 能够早日的融入台湾社会 不少学校突然提供中文试词的课程之外 也结合传统习俗哦 像是最近都有节快到了 就有老师带领他们一起包粽子 跟这老师一起专心朗诵 每堂课都有满满收获 仔细看这些正在上课的同学 似乎不是道地台湾人 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 正在学中文 不会包粽子的举手一下我看看 起早融入台湾社会里 就从民间习俗开始学起 不少学校结合传统习俗 举办各种活动 像是五月五端午节就包粽子 台湾的习俗轻松就让新移民了解不少 我们渔村的文化 或者是说像我们那个节庆 重要的捷径 像最近的端午或是中秋 或是过年等等的 这些几个大的节日 我们会都安排在课程里面 拿起粽叶铺上糯米 再补上香喷喷的内线 可别以为这些新移民什么都不懂 其实他们懂得还真不少呢 我们越南是包包那个芭蕉的 这边是包肉啦 线菇类的啦 还有包蛋黄啦什么 我觉得各有各的设置 端午节要包粽子是粽子的 中国人很重视这个节日 透过多元化的学习 新移民妈妈更融入台湾的生活 虽然立像背景学习 异国文化很不容易 但这群新移民靠着自己努力 跟学校豐富的资源 已经逐渐绑到楼 三地新闻成人正月楼 台北新闻报道 而台湾重回